这里有你们人生成长的足迹 这里有他们艰苦创业的背影 这里有我们创新奉献的舞台 这里有你有他有我们 中国人物人物中国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人物 1992年香港武侠电影新楼门客宅在内地热播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不仅因为其巧妙的故事架构 精彩的武打设计 而且更因为西北大漠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 也为影片增色甚多 影片播出后 西部旅游热开始一浪高过一浪 各式酒店也如雨后春笋般 损立在古丝绸之路上 独具浓郁西部特色的酒店文化随之兴起 这其中也凝聚了一位香港企业家的心血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由于被我国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所吸引 他孤身前往我国西北地区 开创性的提出了文化酒店的概念 先后开办多家极具西部文化特色的酒店 极大的推动了我国西部酒店文化的发展 他就是香港刚毅集团董事长王敏刚先生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邀请到香港刚毅集团董事长王敏刚先生 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下面有请王先生和各位网友 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 王敏刚 太平绅士称号 很高兴 非常欢迎王先生今天在百忙之中 尤其是今天是周日 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很高兴见到您 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有缘分 那是第一次面对面的沟通 然后随后在2009年与您见完之后 我们又去了您此前投资的东黄的西部文化酒店 跟随您一起到达这个现场参加了一个国际交流 关于文化发展的一个论坛会议 回顾今天将近两年半的时间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从西部文化酒店这个开始来讲的话 敦煌在您这两年 我们分开这两年两年半的时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 敦煌本身呢 我们在那边的工作呢 还是早时是有一些很大的变化 除了敦煌以外 作为一个文化产业 是我们这几年呢 也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发展 也根据国家刚刚十二五的公报 对于那个文化产业提了一系列的新的国家进策跟重点 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了一个经济的成就 现在呢我们下一波的发展呢 大家都很关注就是那个所谓软实力的一个文化产业 当然我们已经做了差不多二十年了 而且呢敦煌是我们第一个地点发展的 当时呢二十年前呢 我们体会得到 那个文化产业的时长是有一定的生命力呢 我问一个题外话 就是您是做文化旅游的 也经常呢香港和内地也经常飞来飞去的 因为公事也好 还是一些其他的谈判也好 也经常走 就是您自己旅游吗 旅游 专门的时间去旅游 是可以的 可是现在因为我已经做旅游的商务了 我刻意的旅游也带有一个那个业务的情分 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看东西可能跟一般的旅客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我现在就觉得呢是旅行啊是对人很重要 人一生离不过两个角色 一个就是行者 就是旅行者 另外一个就是严者 你在舞台上 就是差不多是演技了 人生就是这两个角色 你要不断的行 你才可以丰富你的人生 那个行的路是你自己选的 不一定为人影响的 走错了可以回头 你要继续走错路下去 自己负责了 可是言解不一样 你做无论你的工作也好 家庭也好 社会也好 你想了一个舞台 你对着那些观众 你就要呛他们的气 你不敲他们的气 你可能很快就要上台 所以那是那个旅行啊 我相信那是每一个人的应该 虽然我们现在那个科技很先进 可以把那个旅游的点 每天都在那个网上给你 可是跟你现场结束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 人生应该都是旅游 对对是 行万里路 您从七十年代末的时候 就已经为这个产业 为文化产业来到过本土 然后真正的这个参与和投资 是在八十年代 是吧 在八十年代的末期 准确的说应该是在八几年 其实呢我参加改革开放是很早 七九年的时候 当年是香港申华社 就把国内要开放 要改革开放的信息呢 向香港的同胞啊 就介绍了 而且那个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香港也面临了一个经济卷型的问题 当时呢就从那个经济发展的角度 我是第一次到内地 应识国内的情况 可是在应识到那个经济发展的同时啊 给我一个更深刻的心象就是 香港跟内地只不过一合即格 生活呢有那么大的差别 给我就感受很深 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分别呢 我们在香港 当时我们讲大还是跟在那个英国的吉民 下讲大 对中国的历史还是 应识的比较少 可是到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有机会 协助内地的那个发展呢 是感触特别多 既然我们都已经 都是做商议的 都是做商议的 那个经济发展的 到外国也是做 到中国也是做 都不如在中国做呢 也可以促进我们国内 我们的同胞的那个经济的发展 也是怀着一份情节 是我们香港 我们以为只有一百五十年 因为我们的教育 就是给我们一百五十年的吉民教育啊 可是到回归以后呢 我们都发觉我们是有五千年 那么我们西区的五千年要有很多时间要追回来的 所以在几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很很有兴趣去了解我们的过去 所以在几个过程当中呢 给我对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的历史文化呢 应识更深 尤其是近代史 我们中国的这个七区的发展的路途呢 还是给我们应该说是影响很深刻的 回过头来 就是想了解王先生 当年选择来中国做文化项目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本土还是一个正在发展和建设的一个过程 很多东西还不是特别的完善 我们作为文化产业呢 就是在九十年代开始 十多年的开放改革呢 已经有一定的成绩了 在远海的地方有一些已经饱和了 无论在那个项目跟那个不同的产业都饱和了 所以我们在其他的地域做一些调研 在西北东北跟那个西南 做一个地域性的一个研究 我们就发觉呢 西北呢 很多还没有还带开发的领域 那个时候应该是很荒 很荒 它地下有矿产 有石油 地面有牛羊 有瓜果 而且呢 而且呢我们就刚发觉呢 它的那个历史文化还是那个很厚重 而且呢我们发觉呢 西街的旅游组织啊 对那个旅游 文化旅游 作为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市场 这调研的计料潜释出来呢 过去八分之六十多次时的旅游消费都是去那个看那个文物股市的 中国有那么多的机编 中国有那么多的机编 中国的那个发展呢比较激厚 而且人的思维也比较保守 比较地方主义也比较重 还有呢 法治的精神呢 还没有普遍的推开 碰到不少问题 在早期的时候 可是这些问题呢 也随着那个不断的深化改革开放 慢慢的解决了 这个会很难吗 就是在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在实际上在开发在做的过程当中 文化产业 大家要有一个进决的意识 它的对那个社会的那个寓意 而且呢 对那个产业开发保护的一些眷业的既视 有些理解 所以呢 整个产业的开动呢 要需要各方面的配合 可以说是中横都要关注得到 那么我们在那个文化产业的开发呢 才可以在活的情效当中呢 不会做成太大的破坏 文化产业必须要慢工出细货 我们做那个调研的时候 不可以掉以轻心呢 是文化产业的最珍贵的地方 就是它的原真性 尊重历史 所以呢 在那个产学业呢 要卷过来 学习的研究 再变成一个产业 现在我们开发那个文化产业 必须要从研究 学习 变为一个产业 不然的话呢 破坏的机会 为比较大的 所以那个我就觉得呢 是那个很重要 投身西部文化酒店建设 及文化旅游开发的王敏刚 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 但无论遇到的阻力多大 他多坚持 必须在保护好原知性的前提下 进行建设和开发 正因为此 王敏刚创办的敦煌山庄 绿洲宾馆等文化酒店 即开发的文化旅游路线 既让游客感受到了 浓郁的西域文化 同时也很好地保护了 当地的文化资源 随着这些文化酒店的成功运营 王敏刚提出来的文化酒店概念 逐渐被业界认同 王敏刚也在西北地区 有了不小名气 这将为他接下来的发展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2001年的时候 您在新疆 有一个项目落成 然后这个 比较有新疆民族风情的 二道桥大巴扎 集市 总投资 也将近五个亿的年比 这个是我此前了解了 为何会在新疆这个地方 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投入 这个是跟什么样的背景产业有关系 那个也是其实一个史长的机会 因为呢 也是我们开始探索那个 从原来的文化酒店 文化旅游 扩展到其他的领域 就是一个商场 一个房地产的项目 可是因为它所处的地域呢 就是一个原来的老的 他们叫巴扎 巴扎 巴扎 就是那商场的意思 是一个老的商业区 可是他们原来的设计是要 重建一个深圳的一个商城 差不多 我看了觉得很不以回忆 我说怎样不好 结果我就提议 当时我是新疆地区区的经济顾问 我就给个意见 我说 这个地区也可以作为商业 可是也同时可以把那个民族的风情融进去 结果呢 我得了这个任务 要去策划这个项目 策划以后呢 其中的 因为它的地域的问题 实际上史强的实力也有 文化的数据也有 所以我很乐意在200年的时候 整个计划就做下去 那个项目呢 是2003年的时候 2004年的时候动工 2004年的时候完成的 还是现在新疆呢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 一个民族 民族的一个代表性的建筑 您在这个丝绸之路文化产业上 基本上每一年都会有新的项目 这些都是在西部呢 还是在其他的地方都有 这些是硬检的发展 这也是个衍生 它的衍生 20年了 我们还是围绕着那个西丘之路 延伸到现在比较发达的 那个强三角的地区 我们开发了叫锦寿之路 其实呢 过去西丘还是在这些地区啊 江甲地区 做了以后才运到那个西安 出西域的 在这一方面呢 是我们现在除了在国内以外呢 刚才我也说了 我们踏出国门 在中亚伊朗 我们下一个项目就在伊朗 因为欧洲也 因为他们的经济情况啊 他们的别墅啊 股质啊 不卖的 现在呢 也有机会了 所以呢 我们未来的那个总体的发展啊 是延伸我们原来的基础呢 还是有很多发展的点 我们在研究 不同程度的那个在发展当中 产业这一方面呢 除了酒店旅游以外呢 那个房地产 一个很兔特的一个房地产 那个股质开发 股质房地产呢 我们是很积极的 现在在推动 在发展这一方面的工作 从我的了解上就是 您的文化项目 从最早的敦煌 然后呢 到北京的吕松园 以四合院这样的一个独特风格 这样的一个文化领馆 然后呢 又在我刚才提到的新疆 安徽 浙江 等等 就是遍布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您当时的考虑是什么 是因为您第一个进驻的这个地域 它的这个文化产业已经饱和了吗 还是有别的这个东西 首先是这样 首先呢 是我们在西球记录啊 我们在二十年前已经定 对中国的历史版图 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古良 因为呢 我们选取的文化元素啊 必须要外国人认识 假如外国人没有一定的认识的时候呢 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 去教育他们 才进入这个时长嘛 在您选择在这些地方的时候 在历史上 国外的朋友们 对我们这些已经有所兴趣和有所认识 对 那个地域 那个城市 必须有一些故事啊 外国人认识的 因为我们针对的时长是外国人 我们做的是文化产业 那么哪一类的文化 在那个不变的那个西球记录的历史当中 外国人是比较应识的呢 比方讲三国演义我们都很熟 可是外国人未必不一定熟啊 可是在西球记录上呢 你说 假如说有一队罗马的军队遗留在中国 现在在甘肃返险 那么欧洲意大利人就很有兴趣了 是吧 所以不同的 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 那个历史的轻重 可能跟我们推广那个文化产业的轻重 有不一样 从一个政治的角度 有一些是历史的事故很重要的 可是对于我们一个产业的考虑 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重要的是史长 比较熟的是哪一些 所以呢 车中的地方呢 我们二十年前已经订了西球记录 外国人应识 那么西球记录当中哪一些城市 有那个值得外国人去看的 所以呢 我们二十年前已经订下来 而且呢 我们就任应时间 任应哪一些条件完备比较成熟 我们就先做这一个 所以二十年下来呢 我们现在几座了 大概就是七八个宾馆吧 也是原来我们二十年前 定的计划 没有脱离我们原来的那个计划 回顾二十多年前 王敏刚开创性地提出 文化酒店的概念 并像一位拓荒者一样 在荒凉的西北大地 开发那些丰厚的历史基点 至今形成了极具影响的文化产业 然而 王敏刚坚持走文化产业之路的脚步 并没有停止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 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面对新的机遇 王敏刚又将如何开始新的征程呢 下面这个问题呢 我是想问一下王先生 就是您刚才也讲了 我们现在所遍谱的城市和选择的这个项目 都是在当初选择来本土投资的时候 就已经是构架好的 那在这个过程 在这些项目当中 您自豪的是哪一个城市的项目 我是应该是怎样说 每一个项目我都觉得骄傲 敦煌呢是因为最早 他现在做出了一些城市出来 也是经过不少困难的 有人也这样评价 就是在文化界 在文化界 尤其是在酒店文化界 评价您为酒店文化之夫 之夫我就不敢说 可是呢 文化酒店 文化旅馆 这个名字 我们原来是文化酒店 后来就现在更多说是文化旅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化酒店 是我们创出来的一个类别 最大的感受就是呢 我假如是 当然作为业务 我们要有盈利成功了 可是作为推动社会的 因为旅游啊 是现在国家对旅游 当然刚才我说的一个 世界的那个价值 其实是有它一定的价值 可是作为我们自己国家国内的旅游业 可以带动一些非技术的人员 尤其是农民 卷行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周业机会 对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出镜作用 所以呢 现在我虽然在香港呢 参加很多社团 我已经当了是荣誉会讲啊 这些荣誉顾问啊 可是国内呢 我现在还担当了全国共商联旅游业商会的副会讲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觉得呢 透过那个文化旅游 觉得第一旅游对地方的发展 尤其是我们中国落后的地方 细部的地方 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第二呢 文化的那个内涵 它的寓意 刚才我也说过了 所以文化旅游 这两个题目啊 都是值得我们大力去推动的 这两个都是新的产业 旅游业 九六年才进入我们国家的政府报告 文化产业 真真正经济 我相信还是这几年 政府才有能力去推动 所以呢 我们以我们的一夫之力啊 可以出一点力 我们是尽量的参拥 很很 我觉得很荣幸的 可以有机会参拥那个旅游业商会 也作为一个副会长 明年啊 是多方的合作 我们在澳门 就要举办一个 叫世界旅游经济论坛 那个论坛只不过是一个平台 希望可以为澳门 建立一个世界旅游博览会 成为一个世界的旅游品牌 是一个百年纪业来的 澳门 澳门靠一个地方政府 要想做成一个厚重的代表中国代表世界的它很难 那么我们旅游商会进去 我们通过一个世界旅游博览会 世界旅游经济博览会 加一个世界旅游经济论坛 我们用这块厚重的文化 背后这么伟大的一个国家 进去把它的整个文化给它抬起来 然后我们拥有世界上这么大的一个产业结构 全世界最大的旅游大国 架住这个结构 站稳这个市场或者这个话语圈 一定就把它的这块 就是澳门的这块文化和旅游 它的这个厚度和深度全部 就补充进去了 而且就完善了 所以说这样子经济非常至关重要 如果这个世界经济博览会 按照我们目前的计划 如果能够顺利地成功 包括我们这个论坛成功 那么澳门将来在整个全世界的 文化和旅游的定位 它就成功 就是这么重 达到澳门真真正经的 可以成为世界旅游论 那个一个博览会的品牌 那么那个呢 就我们可以把真的 我们国内的旅游业界 跟国际接轨了 您的期待 比如说这样的盛会也需要花好多的精力 几方都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筹费 最终你的期许是希望能达到有什么效果呢 因为现在这个这样的论坛世界 刚才就只有三个 每年大概有四五天 全世界旅游界的人士都聚集在哪里 不光是酒店 航空公司 以及餐饮 还有主要的金融界 政府的部门 部长级的 那个世界旅游 那个论坛其中的那个波浪会 伦敦 去年还是第一次我们中国官方 我们的旅游局长 小企伟 练习 而且发言 过去呢 他们只是有三个语言发言 过去年开启 有中文了 所以那是我们中国的旅游业 是有很大的发展 我们从外面的 从香港可以补一些缺口 参加推动一些 我们是觉得是 值得我们去做的 实际上呢 在我们的理解和了解当中 王先生投身于文化旅游产业几十年 但实际上呢 我们在这个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大背景之下 对于您和您的企业 包括文化整个产业 任重而道远 所以在接下来 是不是可以理解 您是回归到一个新的一轮的探索 和准备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前几 前几十年的这种努力 仅仅是一个开始 是一个铺垫 是一个基础 实际上在接下来 是一个更大的机遇和挑战 所以我们的路还很长 我们过去二十年 还是铺垫的一个平台 一个基础 也是我们可以说是 研究学习的阶段 现在比较讲悟了一些情况 继续下来呢 十月五呢 也提到那个文化产业的一些政策 提供我们很多机遇 所以我指的是 未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我们也愿意去做 而且早时现在国内 对文化产业的开发 还是需要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 是我们也乐意地 把我们这一方面的经验去分享 我们现在十月五是立早在一个福星中华的一个阶段 我不是从一个路漫长的一个 我说是未来是一片光明 而且呢是还有发展的机遇比较多 更多的人关注 更多的人应同 这也是我们的回报之一了 二十年前 王先生就提出了文化酒店的概念 并克服准准困难 成功创办了一些急剧影响力的文化酒店 不仅深受海内外游客喜爱 还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时至今日 在中国各地旅游圣地 各种富有文化特色的酒店 遍地开花 这充分印证了王先生 二十年前的思考是极具前占性的 回顾王先生二十年来的西部创业历程 我们发现 提出一种新的理念不容易 而要将新理念附助实施 却是难上加难 王先生成功的背后 是努力的拼搏和顽强的坚持 也请观众朋友们到西部去旅游 感受奇异多姿的大漠风光 好 谢谢王先生 好 谢谢 只有行万里路才能丰富人生 力图文化复兴 探索新模式 向文化产业重生发展 积极推广中华文化 打造世界旅游品牌 成就百年企业 是我毕生的追求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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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